再來這個新聞 真正要注意 要怎麼開車 要怎麼用 口音的說明卡手機 出車的風險 竟然跟假酒開車差不多 這是雲林科技大學 最新的研究結果 也是提示大家開車千萬不要卡手機 為了行車安全跟比面比開段 很多變成開車說手機都會開段 免殖聽筒 不過要小禮這種行為 跟飲食酒開車的風險是差不多 再來最新研究發現 如果是變成用免殖聽筒 講話時 但未來會比較複雜 就是算手機 可能會有危險的開車行為 觀念科技大學這件研究 總共無接24人參加 酒精會抑制我們腦部 只有一大多大多人 在開車之前先讓他喝酒精濃度 40%的伏特加 結果進去試驗試讓他開車 另外16人分別是在 開車跟電動用手機來開工 還是進行比較適合地位 結果現實 動作不好的時候 手機中如果是講到需要擋鬧的事情 無論是凍車還是家屬 都會被罪影響打動 跟這個酒漆鐵0.5%的相關 是很難 酒精會抑制我們腦部部分的功能 它那個影響了之後 就是使我們的駕車 所需要的一些反應 還有那個肌肉 做正確的處理 產生了障礙 醫生體性面上 開車的時候應該很專心 稍後不要使用手機 就算是開港 也不要說太早的威 還是情緒太過激動 開心 那是真的需要開電話的時候 稍後也是先停車 再過來講電話 避免花生威嚴 記者綜合報道